涉及民防部队服役人员郭演进 落井逆弊案的其中两名被告的刑罚被加重 高等法院是在控方提出上诉之后 恢复以教唆罪指控两名被告 并将消防队长钟志文中卫的刑罚 从原来的十个星期监禁加重为十一个月的监禁 钟志文以服完之前的刑罚出狱 因此他得从今天起入狱八个月又两周 副队长纳瞻则从十个星期监禁 加长到坐牢十个月